雨傘是否可以做降落傘呢? 鬼火是否自然形象呢? 吃火鍋多吃菜是否最健康呢? 看學試學飛, 幫你明辨是非吧 怎麼了?嘉琪 我覺得我沒參選過香港小姐 就是我人生的遺憾 那你人生也有多少遺憾 不要緊, 現在參加就行了 最壞是… 糟了, 她超齡 不如我們選擇一個2013市非小姐競選吧 不過也不懂得搞, 吃東西 不是吧… 好, 讓我先拉票 是不是好, 讓我看清楚 好, 我們剛才也沒有 好…, 可也有 極度流開… 也會保留 你來看, 因為我自己在怕 保留 天啊… 這是一個 在堅持 操心… 對 你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挺熟悉的 我也讀過警校 你的臥底那麼有趣 選擇還是天台, 怕跌倒街嗎? 不怕, 送一把傘給你 還要降落山一樓 你想我死嗎?死了很大罪 對不起, 我是警察 別動, 警察, 放下傘 放下柳Sir再說 李宗盛 他不相信把傘可以降落山 有什麼事, 做一實驗再說 那你先試吧 你先試 怎麼會把傘在那裡? 上面有人 方士不是也看不開嗎? 還說, 所以救人 方士, 冷靜點 湯方士, 你怎麼這麼看不開? 你不是想我這麼看不開 真的想跳下去吧? 我看你做物理實驗 你們叫我上來做 就算是跳, 也不是我跳 他… 你先跳 那倒是 學是學非, 明辨是非 這次這個實驗 我們選擇西瓜做主角 模擬在高空掉下來的情況 等一下就會把綁著雨傘的西瓜 扔下樓 看看能否做到降落山的效果 拯救它 對, 馬上來第一個實驗 一個有綁傘的西瓜 一個沒有綁傘的西瓜 一個沒有綁傘的西瓜 馬上開始 我們準備好了 我有一個沒有綁傘的西瓜 還有綁了縮傘的西瓜 不知道能否安全著陸呢? 好 準備有什麼? 準備 1 2 4 太好了 兩個西瓜都破爛了, 兩敗俱伸 師傅, 為什麼一點用都沒有 西瓜都破爛了? 你的傘這麼小 然後你的傘這麼重 你怎會做到降落山效果 還有你的遮骨都斷了 那怎麼辦? 不如這樣, 你嘗試用大一點的傘 或者你把繩綁在這些遮骨的邊 看看行不行 我們就跟著湯博士所說的方法 用繩綁緊每條遮骨 希望成功 我們第二個實驗已經準備好了 Van, 加油 好, 我們現在用一把改良的遮骨 每支的遮骨都綁住了繩 希望可以增加它的穩定性 我們現在準備扔它下去了 好, 我扔它下去了 好 1 2 3 遮骨完全是… 咬光了 而且我看到落地的時候是斜下來的 但又比剛才真的慢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一把較大的遮骨 所以如果面積越大 其實空氣阻力就越大 所以把遮骨掉下來的時候 受到空氣阻力大 西瓜就不會掉得那麼快 不過現在把遮骨仍然飄歪了 可能風吹過來的時候 那些氣在遮骨底裡沒有流走 所以它就會吹歪了那把遮骨 其實一個辦法 可以令那把遮骨垂落 就是你在那把遮骨的中間開孔 那些氣吹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在中間開孔 但有個問題 如果有些氣跑掉的話 其實你那把遮骨所產生的空氣阻力 就會變小了 就是說你的西瓜就會變快了 好, 那我們這次試試 兩把刺了孔的遮骨 看看可否這個西瓜成功降落 有個西瓜逢空化吉 不, 我們現在就用這支香 在遮骨的頂部剁一些孔 希望西瓜可以順利安全過落 我們現在試試兩把剁掉了孔的遮骨 別說太多了, 天客, 快… 1、2、3… 上場了 沒事… 為什麼這個西瓜很難成這樣? 沒用 不太告訴你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 所以這個實驗會失敗 為什麼不早點說 我只是想你試試 原因就是這樣 你看一把遮骨 究竟它能否提供空氣足夠的空氣阻力 其實要看它的表面積有多大 當一個物體在空氣下跌下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地心穴力下越跌越快 如果你的遮骨越大 它就會提供了越多的空氣阻力 但一個真正的降落傘 其實差不多有11米那麼寬 空氣阻力差不多是100倍 雖然西瓜比人更輕 不過其實一把這麼小的遮骨 都很難提供足夠的空氣阻力 所以西瓜掉下來的時候 其實速度仍然很高 而且不要忘記 西瓜的皮是脆的 就算很慢掉下來 其實也會碎 雨傘始終只是一把雨傘 提供不了足夠的空氣阻力 將人或物件承托著 所以雨傘是做不到降落傘 大家千萬不要試 原來傘是不能做降落傘的 那你現在摸走吧 我是臥底 誰知道 我知道 我也是臥底 我也是臥底 你又臥底, 你又臥底 總之下班了, 搞不太多 去吃飯吧 不要打死你了 放在這邊 家綺, 你沒事吧 你拿著一次架幹嘛?貪香嗎? 我失戀了 我沒聽過你說拍拖, 失戀了 人家說要學好英文 最快要找一個外國男朋友, 好嗎? 我朋友就介紹了一個整個年輕人 這麼英俊的人給我認識 剛才我們咖啡咖啡也談得挺投契 誰知道我們兩個羨慕交頭的時候 她突然說要去找馬妝 我叫她不要去 她說不行, 要馬上去 然後我說很好, 我很好, 我很好 OK, 我說我陪她去 誰知道她說我賠償 是嗎?這麼可憐 你心裡有另一個, 還要是男人 慢著, 你的Leonardo是不是美國人? 是嗎? 是呀 那你怪錯她了 相傳發明秋水馬通的人叫John 所以不正規的美式英文客 John指的是廁所 他剛才應該跟你說了一句 I need to go to the John 就是說我想去廁所 我剛才女姐, 很瘀了 你習慣了, 魚頭 有, 人家說要去廁所 你說要跟上去 你這麼狠狠, 嚇走人 我怎麼知道 不要緊, 其實怎麼怪你 因為在英文裡面 洗手間有很多說法 就是了 對, 有時候是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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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用什麼好 就是了 不如讓我做一個解釋給你們 其實我們經常看到的廁所 除了可以解座次之外 還可以解座洗手間 但是廁所做的話 就是在公眾場所 我經常看到很多格的洗手間 但是在美式的英文裡面 洗手間分得再細一點 除了我們經常用的廁所之外 如果我們在公眾場所 例如餐廳裡面的洗手間 就是用Rush Room 或者藍次就叫做Man's Room 而女次就是Ladies Room 那用Rush Room, Laffetory 或者WC可以嗎 當然可以 其實WC就是 WC就是 秋水馬桶的宿舍 它跟Rush Room一樣 都是比較舊的說法 所以現在已經很少人用了 而Ladies Room 我們在飛機上不是經常看到的 它就是英式比較淨土的說法 你經常說洗手間 弄得我真的很急 我很緊急 慢著 不是,我很緊急 是我要去洗手間 緊急這個形容詞 是用來形容這件事 不是用來形容個人的 我爹很急 拿去給我去,麻煩你 慢著 你是第一名還是第二名 我每次都是第一名 你還可以嗎?我不是第二名 我問你是否開大 英文第一名 在這裡會告訴你 其實英文裡 洗手間的說法很多 第一名指的是小便 第二名指的是大便 如果你和外國朋友吃飯 突然肚子痛,想去洗手間 但是你怕說到出口 會影響別人的胃口 不說明 又怕朋友不知道你用什麼事 走開這麼久 你說一句,I need you number two 大家都會明白 還有,我在街上聽到媽媽說 什麼VP,又是什麼? 我想你說的應該是W-E-E-V 和P-E-E-P 兩個都是解小便 如果你作為動詞用 就是I need to wee 或者I need to pee 那大便又應該怎麼說 英式是P-O-O-P-O-O 而美式是P-O-O-P-O-O 兩個都是解大便 其實還有一個很形象化的說法 就是Drop a bomb 放炸彈,很厲害 其實還有一個很幽默的說法 就是Answer the card of nature 我要大自然的敷衍 現在有些東西在敷衍我 慢慢,我先補妝 為什麼? 為甚麼? 今晚約了個好像牧村 這麼帥氣的人吃飯 牧村而已 這期還約了直樹 哥哥,你想學日文還是英文? 他這頭學完英文 那頭學日文 我這個人真是很好學 真的要不要學了 行了,再見 Ali,沒看見你幾天 瘦得好像排骨一樣 排骨 我說你胖得像豬扒 豬扒? 你像蠢蛋 我說你像薯仔 薯仔欣… 薯仔?我不知道多聰明 我沒說你笨 我說你像薯仔那麼毒 薯仔有毒? 對,網上的人說 生吃薯仔會中毒 學是又非,明辯是非 一會兒告訴你 吃生的薯仔是否會中毒 是否會中毒 是否真的? 其實生的薯仔是沒有毒的 不過皮其實這些都是來自泥土的 其實有很多細菌 所以最好不要生吃了 但不是的 若然我們吃的薯仔裡面發牙 其實就不能吃了 裡面有些天然毒素 我們儲存環境裡面 有陽光、濕、熱的環境 其實薯仔裡面會產生生化反應 裡面有很多糖甘生物鹼 因為我們吃了之後 有機會令到神經線的系統裡面 出現一些麻痺、嘔吐、頭暈的現象 所以最好不要吃了 如果我批了發牙的位置 那就可以吃了嗎? 不行,因為批了發牙的位置 你看到旁邊有些綠色的 如果葉綠素正正好 就讓牙齒成長成為一個新的植物 而裡面的糖甘生物鹼 是整個都會有的 所以發了牙的薯仔就一定不好吃了 方博士很厲害 完全解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用什麼食物來讚美博士呢? 蘋果 蘋果?為什麼? 樣子夠甜,性格夠爽 你來吃吧 謝謝 到了嗎? 你為什麼帶我來這麼陰心的地方 我們學士學非收到觀眾電郵 查詢鬼火是不是自然現象 所以今天我們要勇闖地 一起去找鬼火 鬼火? 怎麼之前沒有人跟我說 我要走,車長,開車 對 王八 走了一會兒,發現到處都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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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像看到鬼火出現 你呢? 剛才看不見好像有點耳朵似的 不如走吧 你別自己嚇自己 我用電影錄了這麼久, 甚麼都看不到 難道只有我看見, 她看不到… 是假的… 前面有火光 走吧 還去? 不要這麼害怕 你不要來嚇我 別弄我 不要, 你弄珊琦 你弄什麼? 是Lewis? 真的要下爬 魔術師Lewis 把火的魔術找得出神入化 Lewis, 你剛才把火沒來沒去 真的很厲害, 你再給點幾件事來看 想看多點, 是嗎? 知道是什麼嗎? 火災 沒錯, 不相信大家都看過 但這個魔術, 我相信你們一定沒見過 我看著, 怎樣才看 不是, 很容易… 火煙 它好像已經在鼻子裡噴出來了 可以了 吃了 不要哄 不, 我不是吃了 我只是將它轉移到另一個位置 快點… 怎麼到了? Lewis吃完火茶入肚之後 竟然在盒子裡出現, 厲害 原來剛才我們看到的鬼火 是Lewis練魔術的火光 他可以把火球凌空飛起 還怎麼碰都不怕辣倒手, 真厲害 之後他還表演多幾個魔術 在這裡我和家琦都嘴巴了 不要緊, 我們不是說找鬼火的嗎? 對, 那其實鬼火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又在另一個地方來的? 那不如這樣吧 我嘗試變走你們自己去問專家吧 你去哪裡了? 你去看, 老闆 又是你? 你認識嗎? 是 不好意思, 他被鬼火嚇倒了 究竟鬼火是不是自然現象? 對, 其實在荒山野嶺、墓地 和沼澤地方 是會有鬼火現象發生的 因為人體和動物裡面有鱗 而屍體在泥土裡腐化的時候 就會釋出輪化氫 輪化氫就能夠在空氣裡自己燃燒 就會造成鬼火的現象 另外, 也有人相信 沼氣裡的甲園也會產生鬼火 那為什麼鬼火是青綠色的? 其實當元素被加熱的時候 會發出一個獨特的光譜 這個原理叫做發射光譜 不同的元素就會發出不同的顏色 例如蠟是黃色 鈣是橙紅色 甲是紫色 而產生鬼火的輪化氫就是青綠色 明白了 去了哪裡了? 怎麼又回來了這裡? Louis, 我已經知道鬼火是什麼 你這些可以暫時收藏它 嚇不了我們 不怕了 你看到有東西嗎?我看不見 我看得好嗎? 你看不見 新榮, 難得約我吃飯 今天吃什麼? 同德, 一定是吃最好的 如果你問我這一頓有多配你 五分是滿分的話 就一定有十分, 十分搭配你 一定是細緻講究的法國菜 又高貴, 又優雅, 又有氣質 欺美你又有不少 我們今天打火鍋 打火鍋不適合我 不是, 搭配也絕 一天搭配… 別說這麼多了 我還約了一位俊男跟你一起吃 俊男? 俊男? 我多吃一點 上了材料了, 豈不是很豐富 也沒有魚蛋和牛丸 不, 加上豐富的肉丸 怎麼能配上新鮮的肉呢 這碟肥牛才是上品 吃東西 不好意思, 我遲了 不要緊 威姐, 你先別發酵 Leslie, 我們在煮牛肉 我特地不叫肉丸, 加工藥無益 是不是很細心呢? 也不是, 肥牛裡有一半都是脂肪 譬如你吃了一磅的肥牛 就等於吃了15湯匙的油 是不是很肥呢? 那這樣不吃了 我不想太油膩, 那就吃海鮮吧 海鮮一定比吃肉健康 為什麼不叫海鮮? 海鮮貴 吃海鮮一定比吃肉健康 就肯定錯了 除非我們吃蜆或魚 脂肪相對比較低 如果你們吃蟹 例如高蟹或吃蠔 裡面有很多膽固順 所以要避免一下 吃菜就行了, 健康又夠便宜 吃火鍋吃菜好像比較便宜 不過健康一點也未必 因為我們一邊吃火鍋的時候 把肉放進去 所有的脂肪融入湯底裡 加上菜, 吸油 其實就等於吃了動物的脂肪 那就是沒一口好吃 不怕, 幸好叫了這個湯底 吃粥就行了 近期流行這種粥底 不要加任何調味, 健康到極 用粥來吃火鍋當然不是健康到極 雖然粥是稠的, 還有碳水化合物 理論上會令我們少吃點東西 不過我們一直放食材進去 例如山根, 或是枝竹 甚至肥牛 裡面的油全部融在粥裡 自然讓我們身體吸收很多脂肪 那今餐豈不是不用吃? 那你又不用失望 待會吃的時候 我幫你撇好油去 再點過食材 自然吃得更健康 那Lesslie, 今餐是否你聘請? 當然 Lesslie, 你真是又大方又英俊 又有學識又不高寒 你簡直就是神魂 行了…真的沒吃都已經飽了 她看到你們飽了 我下次不帶她出來 全民學士學非 向全港觀眾承證是非主題 究竟是真還是假? 是是還是非? 是對還是錯? yes還是不? 不管是生活疑問 還是網上傳聞? 下至地理, 上至天文 只要你有興趣知道 又有很多疑問 請你立刻拍下或記下 然後透過郵寄或電郵向我們報料 幫你找專家解答 我們正在等你… 節目來到尾聲 看看投票結果 為什麼Lesslie會贏? 一定是鍵壞了 你們沒可能這樣也按錯鍵 真的嗎? 什麼?我這麼差嗎? 對呀 我不玩了 好 謝謝各位觀眾的眼睛這麼說賴 我做了這麼多危險的實驗 我當選就多實至名歸了 不公平 我肯定是香港小姐的亞軍 我們當然是選的是非小姐了 不會讓太太搶走我的官 我真好 不要了 太好了 怎麼會這樣呢? 太好了 我們走吧 謝謝各位 我會致力為大家寧辯是非 還有一位出色的是非精的 謝謝… by bwd6 by bwd6